好,欢迎大家收看 由DT大数据门工厂推出的 Spark原码版本定制的第49课 在这一课我们将跟大家讲 Spark这种新的解析优化引擎 Catalyst这原码的Optimizer部分 那Optimizer也是 目前为止我们讲Spark的Catalyst 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下面的除了Optimizer之外 下面的事情就更重要了 也是我们更关注的部分 也就是它优化之后就开始物理转发 变成Physical Plan OK,那我们Optimizer 它的主要作用就把我们 Analized Logic Plan 变成Optimized Logic Plan 就昨天我们看代码的时候 我们看Rule的时候 其实我们进入了Optimizer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就是昨天我们跳转代码的时候 跳转进了Optimizer 但其实我们昨天在谈的是什么东西 Analizer对吧 原因非常简单 Optimizer和Analizer 其实 他们都继承之什么 Rule Executor是吧 我觉得你分析一下 昨天的代码和视频 你就会知道这一点 好,那我这边分享一下桌面 希望大家能够很清晰地看见我的桌面 诸位想一件事情 假设说 我们跟大家谈这个Spark 真的谈了五年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的Spark会达到什么样的造诣和水平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让我们很期待的事情了 我这个 这个LinkedIn 是我们发布视频来说的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ptimizer 这机器学习下面也有啊 然后当然我们看的是 SQL.catalyst.optimizer 那大家看一下 Optimizer继承的Rule Executor 那其实我们昨天谈的这个 Analizer 是不是也继承的Rule Executor 他们两个都是Rule Executor的指令 所以其实他们的表现行为上也差不多 这个Analizer里面有一大堆的Batch Optimizer里面自然也有一大堆的Batch 就是Analizer是把Unresolved Logic Plan变成Logic Plan 那我们Optimizer是把Resolved Logic Plan变成Optimized Logic Plan 所以它也会有自己的一系列的规则 这是我们看到它的计程结构啊 它这边有一系列的Batches 大家看一下这个Remove Subqueries 去掉这只查询是吧 Aggregate 然后这个有很大篇幅的说 Operator Optimization OK 这边有 Sample Push Down Predicate Through Join 这个还有 Pruning 等等 OK 这边都是一些操作算子级别的一些优化 Decim Optimal Relation 还有Local Relation 等等 当然它这优化的过程 它会有迭代次数 其实它就循环了 其实无论图计算 还是机器学习 还是我们这边说的优化 其实都做了很多循环 为什么能够说优化也会有很多循环 因为它每次 它会看一点变化 就它不断的通过执行某一过程来改善这个行为 不断的执行某一过程来改善这个行为 其实是机器学习 这个也不能说是机器学习 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的稍微复杂一点的这个程序 都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是我们框架的行为 这里面它的定义的方式 我们随便看一个吧 例如说 例如说什么呢 好吧 我们看这个吧 它都是Rule 因为我们本身是Rule Executor 然后这边Apply 它就有一系列的case 这是模式匹配不法 OK 大家看一下这边 Join操作Project Join操作Project等等 OK 不过我觉得我们要非常注意一点 就是这里面一系列的这个优化 也包含了对这个我们这个算子 或者是表达式级别的优化 如果从容表达式级别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表达式级别的表达式级别的 这个其实跟我们上一节课啊 谈到的Catalog 对我们这个输入的解析 是相关的了 是相关的了 包括什么reference等等 好 大家要不要看一个具体的 其实它这些 最尊 最尊它作用的 都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trainode OK 关于这个trainode的级别 它便利数 它会有自己一些通用的一些 算子 那大家看一下 它的继承结构 如果说你不太了解的话 可能你看的不是太懂啊 它这继承结构可能 至于一个普通的人而言 稍微有点复杂 这边trainode 大家看是不是有两种类型 一个是query plan 一个是expression 那 除了expression这边 就是我们的optimator 也会对expression进行优化 而这个expression 下面多得去了 表达4级别的优化 这边有 这边有 Aggregate expression OK OK 大家就看这边很多 这个叫Named 这个叫Named expression expression OK OK 那 由于这些东西 由于这些东西 其实 它们都是我们trainode 当然这边有所谓的attribute 是吧 还有 这边unresolved Aneas 和Aneas 我们看见attributes OK 这边有Aneas 而attributes 在这边也出现的 unresolved attributes attributes reference 这个是leaf expression 它这个expression 有很多类型 有binary expression 也有这个 unary expression OK 好 这个是表达式级别 那么从trainode的角度 就讲这边还有query plan 这个也是 因为我们说优化的时候 你必须知道这个结果 query plan 这下面 它是个抽象的 它这边有output 这边有references OK 那我们的optimizer 对我们进行优化的时候 这边output就是attributes ok attributes 级别的输出 它这个sequence 啊 但其实最尊输出的是attributes sets 然后这边references呢 它是 我们的这个expression 或者说所谓的logic plan OK 接电头依赖的一些expression 这边是 all attributes that appear in expressions from this operator 好 嗯 这个 我们这个不说太多啊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tree node的计程结构啊 我们从query plan的角度来看 ok ok 在这边 在这边 我们再次来看一下 下面就有点意思是吧 spark plan 那这个local node 这个local node logic plan ok 你可以看见这个 嗯 那 现在spark plan 我们现在也不看local node 我们也不看 那我们现在想看什么呢 logic plan ok ok 这边是analyzed modern wave force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值类啊 大家看一下这binary node ok 这边还有logic rdd in memory relation leaf node 这个这个是读着unary还是读着honory 按照我的直觉应该读着honory honory node ok 这边不同的load的类型啊 至于这个binary 从binary的角度讲啊 它是有左右孩子的二差节点 这个大家都知道 数码 我们随便来看一下 这边是有left right 左右孩子 ok 那honory的方式 就只有一个孩子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honory ok 这边child 它这个节点是logic plan 然后我们这个leaflow 就没有孩子节点 ok 这边确实说孩子节点是空啊 那 那 你随便看一下的代码 我们看这些这个leaflow 那这边有一系列的 之类 之类 它进行resolve 之类的 之类的 好啊 啊 当然 我 我 我们这边谈的tree node tree node 本身 这边说了它的很多方法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啊 你自己可以慢慢去看啊 其实我们优化的时候会基于我们的tree node 那进行 但其实这里面方法真 嗯 我觉得到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什么transform transform down transform childen 啊 transform up 究竟transform操作的时候往往都比较重要 transform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partial function 接受这些那个rule ok 啊 它实质上会把这个rule运转到 这个时候down transform down 就是所有的指节点啊 啊 主要注意啊 这边镜操作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是spark 所以它 它不会修改原有的那颗锁 它只会 变成一颗新的锁 ok 好 这个关数的数据结构 我就不跟大家说太多了 嗯 嗯 哎 请问诸位现在声音和这个界面是否正常 嗯 那是正常的对吧 好啊 那我们回去啊 就是还是从我们的这个optimator的角度来考虑 那我们看optimator的时候我们主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是怎么进行优化的啊 我们说有两种 第一点就是对于我们这个plan级别进行优化 第二个就是对expression表达式级别进行优化 ok 这个优化的本身啊 优化的本身其实还是变您了个数 然后使用我们的所谓的弱 那我们这边都是弱 所以这个代码写的非常非常棒 因为你倒是想扩展规则的时候你加一下就行了 嗯 不过我们刚才一再说的这个logic 我级别的logic plan级别的transform 还有就是expression级别的transform 它变您数的数 大家有没有做过学个图计算 或者说图论级别的 嗯 这个数学的课程 图论或者说 这个很重要 有没有就是啊 你有没有无所谓 啊 那 对我们一棵树的变您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啊 什么后续变你啊 先虚变你啊 等等这些东西 啊 对离善数学 是非常非常有容的 是非常非常有容的 我 我觉得以后我到国外的时候 我有时间 我就到大数 大大大学去听听数学 或者转过来 在巴拉格 可汉学院里面的 数学再学一遍 我可能从小学开始学啊 数学的这吸引力 确实太大了 这个不同的便利方式 它会带来不同的结果的 那那我在这边就 不再一一的跟大家谈 这事情 是巴克本身博大精神啊 可以值得你 我觉得至少追求十年啊 好吧啊 反而至于啊 什么便利方式 中旭便利 前去或者后续便利啊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啊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东西 comband limit filter optimize 这个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层次 comband limit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 是吧 这个是合并 我们的limit 就是把两个合并成一个是吧 啊 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吧 嗯 ok啊 这个应该没问题啊 我们随便来看一下吧 这个apply 啊 他这边 你看他是不是进行transform 我们刚才说了 啊 这是transform 级别的 transform 啊 transform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 这边limit 嗯 他这边还会比较一下 ok呢 说grand child 这都是数学级别的 啊 其实包括我个人本人啊 现在对数学方面也是 如饥是渴的感觉啊 确实 确实感觉 学数学的人都很幸运的 但是这个世界很奇怪啊 就是 学数学本身的人都感觉 感觉好像没什么前证或者之类 你你知道这背后有个 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吗 现在是一个 互联的世界 是一个整合的世界 你要把 不同的东西组合起来 他会幻发出魔力啊 要当然乔布斯把这个 网络 ok电话 这个mp3 这三个组合起来就变成iPhone ok 他在演讲的时候说 3 things 1 things iPhone 哇 现场很疯狂的啊 而乔布斯的演讲 或者说法的那种掉掉 你也模仿不来啊 只查询 只查询 例如说你 嗯 你这个一般有 外部和内部只查询是吧 啊 ok 那可能说一个是50 一个是1000了 那肯定是 结束50的是吧 但这个有一个关系 这个我 这个小细节的余法我们不说 刚才我们还看见了 这个说的Filt 这是过滤啊 啊他这边过滤 所以本身这个也是一个合并的过程是吧 是吧 跟我们刚才的那个 嗯 查询差不多啊 啊 啊 词边具体的规则 大家 包括这个 我我们再看一下filter 不去当 我看一下 嗯 嗯 这代码在哪里啊 这代码在哪里啊 啊 这边是吧 他有很多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filter pushed down 下面的具具体的内容 啊 我们刚才看的 companed filter 它这是 啊 合并啊 啊 然后这边filter pushed down 它本身是 更早的过滤掉不需要的元素 啊 这样会提高效率啊 更早的过滤掉不需要的元素 啊 这个是filter pushed down 这个是pruning 级别 那pruning是什么呢 就裂裁剪 裂裁剪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啊 其实我们 就是 假设你用很多裂的话 裂裁剪技术 直接选出你想要的那些列 或者那一列 他对其他的不太关心啊 啊 啊 我们在聚合的时候 或者做教育操作的时候 或者说做相应的这个project 列的时候 都会进行的裁剪 啊 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说aggregate聚合是吧 嗯 project 还有join 例如 例如在这边是 嗯 project 这project OK 这边join left rest join type condition 他其实是把我们这个 啊 啊 unleaded attributes 啊 就是提前的消除掉 OK 趁他的这个left rest 还是提前消除掉 他做事也说的很明白 啊 当然这边有join操作 在时候 做裁剪的 这个也很有容 啊 好 这个可能 需要你相对比较熟悉 Seql 啊 Seql的语法 这样你对这个内容才会更有感觉啊 啊 这个都是一些 优化细节性的一些内容 啊 实际上他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数 Trainode 啊 Trainode的构建的这个 这个 Logic 啊 Resolve的Logic Plan 进行Transform操作 啊 他最终结果 最终 大家想象最终结果是什么 该合并的合并是吧 该提前确定的提前确定对吧 例如做裁剪是吧 该进行优化的就进行优化 不过他现在还没有到翻译代码的阶段啊 可能你 你更对翻译代码的阶段 啊 比较感兴趣啊 所以本身 他理解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而 我们这个Optimizer 会把我们的 啊 这个 Resolve的Logic Plan 的成果 Analyze的Logic Plan 变成Optimizer的Logic Plan 那 Optimizer的Logic Plan 在下一步会变成什么 就从我们整个运行的角度讲 它会变成Spark Plan 对吧 OK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Optimizer 从我们Analyze的Logic Plan 啊 啊 处理之后 那我们Spark Plan Planner 会得Optimizer 的Logic Plan 进行的操作 变成 所谓的这个Physics Plan OK OK 我们回到这个 Seql Context 这个是我们的Optimizer 是吧 嗯 它代码到了 好 我们直接来查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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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们的Spark Planner 它继承自Spark Execution.Planner 啊 啊 OK 大家看这个有Planner本身 NewSpark Execution.Spark Plan 嗯 而它构造这个实力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This 这个我们是放在下一节课 怎么弄呢 OK OK 这个Spark Planner 在这边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 这Spark Strategy 它这边有一大堆的 自己的一些策略了 啊 其实就根据我们不同的策略 生存我们Physics级别的 啊 Physics Plan 不知道它这边都没写出诸诗啊 这边有Number Partitions OK 这边说Bird Cuts Nested Loop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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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Spark Strategie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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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是一系列的这个object 模式匹配 大家看一下 它结果是 它输入其实是logic plan 生成的是什么 这个每次生成的 这般是join是怎么着 这个还是基于我们的数 其实它最后是变成physics plan 它的继承结构其实是有点复杂的 但是你从一个树的角度讲 以及框架抽象的角度讲 它融合了树的这个基层结构 和这个框架业务功能的基层结构 所以可能一开始 你的感受中感觉有点不太适应 因为它本身确实是有点复杂 大家觉得我们是要把这个 optimize之后的 这个catalyst 变成我们的这个physical级别的plan 是在这一节课讲吗 还是专门在哪一节课 因为它变成physical的时候 这边确实有很多的 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假设原先 你对spark core比较熟悉的话 你可能就会看一下 你比较熟悉的东西了 但是 这其实有点潮啊 这边说make a broadcast 这hash join 就这些东西 包括我们下下 假设说我们这节课不讲 下节课和下下节课 讲的这些东西 对大家而言 我觉得可能是 我们的几节课 你可能最关心的 我觉得这样吧 我们还是专门拿一节课 时间去讲吧 因为前面谈一些 基本的规则的时候 可能你对sicco 语法不太感兴趣 但是下面怎么转成physical plan 以及physical plan 怎么变成rdd 我觉得这些东西 从我的角度来讲啊 我是觉得你是 是必须搞明白的 就必须彻底搞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就是后面的代码 我们就不能说 从准体上去看 我们还是专门拿一节课吧 好吧 瓦利这边再拿一节课怎么样 看来瓦利是求之若渴 好 行 我这边现在在国外的很多的网站上 其实也主要就是以YouTube为核心 然后再分享到其他很多地方 包括Google教 那我这边会在8月10日前 基本上完全2016年我们绝大多数视频的发布 希望呢 就是让更多的国外的朋友 了解我们的内容和视频 现在有个很奇怪的一个结果就是 我觉得现在对我 我们好像能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发视频 OK 假如说发文章啊 或者之类的 这个会有很多人转载 或者说直接拿走 好像存在一个问题是吧 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证明这个文章是你写的是吧 OK 但是这个视频因为有我现场的演示 以及我的声音 等方面的东西 不过 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的选择啊 视频是符合性的 也是最具有媒体传播效应的 好 同志也希望 其他的一些朋友支持我吗 非常感谢 好 我们今天早上就稍微青春一点 因为很多人对SEEQ本身不太感兴趣 所以我跟你讲太多这个SEEQ便利的时候怎么进油画 可能你也不是太感兴趣 那后面因为牵扯的这个SEEQ和这个Spark Core的转换的话 我们必须彻底偷彻的掌握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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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